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作为奥运会以后有很多人在问我接下来什么打算 但是至少现在来说自己还是一种运动员的身份 当然如果要有什么转变的话 自己一定也会让大家知道吧 我们觉得香港是一个非常具有国际化的城市 香港高校也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教育的环境和资源 然后在中国花园游泳备战巴黎奥运会期间 其实有许多科研力量的介入 是非常有助于我们成绩的提高的 所以我们选择了体育教育和运动科学这个专业 希望通过结合自己的训练经历吧 在提升自己专业技能的同时 是为中国花园于未来的发展 高兴自己的力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